第一個啦 有沒有違憲大法官認定 可是從攻防的過程 看得出黃國昌問題很大啦 你看喔 黃國昌在講說 反直循定義啊 不錄影片嗎 寫了一句話 我覺得被抓到小把柄 他講說啊 那個我始終堅信 唯有透過不斷的辯證 才能將民主的根紮身 讓民主更為深化 他在解釋反直循喔 對啊 要辯證啊 為什麼不在三毒無前好好辯證 你怎麼會現在才會辯證 那當時不是說什麼最高機密嗎 對 之前表決前最高機密 然後現在打憲法的官司的時候 才講 對 我們要不停的辯證 讓民主深化 不是啦 這個是真的 三毒無前就要辯證 怎麼會搞到憲法法庭 這第一點 第二點喔 我不管這有沒有違憲 這不是沒道理的 我們在 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 新北市議會也好 台北市議會也好 各個議會 我們議員們 如果被官員反直詢的時候 會講 欸 你不要反直詢 然後請議長支持 這是個攻防啊 為什麼這叫攻防 今天如果說一個議員或立委 問了一個非常沒水準的題目 然後這個官員最後只能講說 那個最後官員 然後嗆回來 然後最後這議員只能說 欸 你不要反直詢 自保 通常這樣的狀況啊 那個議員後來在輿論上 在媒體上 在網路上 社會被修理到無地智隆 可是有一些面對真的比較 說得有點可惡的官員 他們是真的反直詢的 你嗆回去說你不要反直詢 社會給你掌聲 這社會有一把尺嘛 民意未看嘛 人民有自由 一把尺 有公平的 這就叫政治攻防嘛 今天黃國昌的法案是怎樣 是要把你那官員的手綁起來 然後呢 誰定義反直詢 就他寫得非常清楚啊 誰定義反直詢 立委們定義 其實就他啦 對啊 啊 最後立委們 最後怎麼定義 他的立法委員直詢 其實非常清楚啊 有願會決定 所以最後反直詢定義 就是多數的立委決定 這是沒道理的嘛 以前的狀況是 兩邊攻防 誰有道理誰有道理 民意決定 人民看了之後給你掌聲 然後給你巴掌 現在不是 立委們只要選贏了 人多了 然後最後就可以 蹂躏這個官員 這不對 旅行